你從一個人的一生其實可以見到很多當時的面貌 一個詞啊 專嚴啊 我覺得最重要的主題是專嚴 因為我不希望拍一套很困境的戲 但整套戲很慘的 不停鼓你的眼淚 這套戲很快開出來你就覺得它不是一套 很多人物背景或者事件或者有些東西揭衷給你看的 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 你看到就是一班人他們在街上 其實終日都在乘涼過一晨的狀態 現實是這樣 我再加到很多跌檔的東西 或者很多高潮起碟的東西 其實那件事就很不真實 對於真實的生命裡面 其實很多人 未必是老宿的人 或者可能是老年的人 沒有工作的人 他們其實真的 可能是每一天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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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個這樣的狀態 但是不代表這樣的狀態 我覺得 我是被他們生活上的小事 或者很多時候苦中作落的時刻 所吸引 我最記得那個時刻就是 其實第一次去的時候 就有個老宿姐跟我說 剛剛有另一個老宿姐 在公廁那裡過了生 那就是OD死的 她的眼神很空洞 她說起 忘記了說起什麼 她突然說到 的時候就悲從中來 然後就說 我覺得她一定是知道的 怎麼會不知道呢 然後說 我也想跟她去的 但是 神父跟我說 自殺是上不了天堂的 我媽媽走的時候 還在小南 沒有辦法送她一程 我很想在天堂見回她 然後另一個老宿姐突然說 我們哪有得上天堂 就是那個 那個 哇 很慘 但是另外那個人 又真的這樣串她 然後 是 然後她又在笑 那就是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但其實她說的 一樣很慘 我電影裡面 其實有很多句對白 是exactly 是一模一樣的寫下來的 然後 然後 那篇一二年寫的新聞 我寫劇本的時候 沒有看的 但是 我最近 就是我剪完片 我看回的時候 才發現 我當時寫的東西 很多都是回到 所以評價都很涼極的 有些人就覺得 為何我要同情一個這樣的人 那其實 這個跟你最基本的價值有關 那我也都不期望一套戲可以改變 一代人對於世界上的基本價值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我相信 改變是慢慢積累而成的 我認為創作是一個 治療的途徑 但是 總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令你 治療你的創傷 那樣東西 未必是很正面的 去寫社會的事 甚至乎可能是喜劇 可能是青春片 可能是愛情片 總有方法令你 代入到某些人物 某種感情 令你可以從一個絕望之中走出來 我覺得我始終是一個 很喜歡講故事的人 我也都覺得 我有擅長講某種故事的地方 那 只要這個社會還用得著我 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都會繼續做 那 也都不可以假定 你長期可以做到的 或者你不可以假定 你這件事可以 永遠做下去 所以在有得做的狀態 我都會繼續做 我快要去每天都走 還能成功 在영今 多久 都不想讓我來 因為一件事 就要做一個 灰灰 上百分之為 我們會在那裡 都要做完 然後看 我也想要做 那兩位 都要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